嗨 大家好 我是簡令 今天的場景呢 又有點不一樣了 因為今天呢 我是 面對我的窗戶 然後背對我的化妝台在錄這個影片 為什麼呢 是因為 今天下大雪 今天芝加哥下大雪 所以後面就不是很好看 然後我覺得天色太暗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就是覺得 換一個方向讓大家看一下我的化妝台 不知道 換一下氣氛 今天呢 就是要來抽幸運的得主 那抽完禮物之後呢 我今天也會分享我在H&M 買了什麼樣的彩妝品 好 剛才呢 稍微看了一下 參加抽獎的人有145個人 所以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還要多蠻多的 我有一個一個看完你們所有人的留言 如果你們有留言給我 或是想跟我說什麼的話呢 我真是一個一個把它看完 我也發現大家覺得 好像我的燈光太亮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希望今天這個場景 你們會覺得 還可以接受 OK 好 所以呢 我把所有的回答 所有的記錄全部拉出來了 這邊有145個 那我現在要用一個APP 叫做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就是它會隨機的挑一個號碼 出來 我現在就要來挑第一個幸運兒 開始 24號 好 24號 現在來回去看24號是誰 24號是 住在花蓮縣的 吳小姐 那她的 手機開頭是0933 24號 24號的吳小姐呢 我會把確認信寄到你的E-mail 如果你收到的話呢 請跟我確認 你的地址 還有你的電話 我會把禮物寄給你 那我就要再來抽另外一個 好囉 預備 開始 60號 60號是 住在桃園市的Sylvia郭 然後她的手機開頭是0938 好 Sylvia 我會寄確認信給你 如果你有收到的話呢 記得回信給我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把小禮物都抽出來的 那也很謝謝你們 這半年來對我的支持 然後今天在抽小禮物的這個moment 其實我的訂閱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了 非常謝謝你們 這半年來的支持 就是很謝謝你們也留言給我 那你們所有的意見呢 我都會採納 然後也會做調整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趕快進行到H&M彩妝的部分吧 好的 H&M的彩妝呢 是我上一個週末去買的 那我其實買的沒有說很多 但是數量也不少 好 我先給你們看 我就是覺得 比較無關緊要 比較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歡 都會很熱情的東西 就是指甲油 好 我總共買了三個指甲油 他們家指甲油的選色其實蠻多的 從粉嫩一點的顏色啊 到紅色 然後這些藍色紫色綠色 到比較適合秋天那種橘色啊那一類的 都很多很多 那我挑的第一個顏色呢 是Periwinkle 比較像是淡藍色 可是摻有一點點白色底的藍色 另外一個顏色呢 這個是Prusian wool 它就是 比較顏色飽和一點 但是也是有白色肌底的藍色 這些都是cream color 所以cream color 它都會帶一點點 一點點微微白色的肌底 所以顏色會比較飽和 然後這個呢 是Governous 這個紫色 我覺得它摻有一點點紅色 就是酒紅色跟紫色的綜合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會買這麼多是因為 其實我去逛H&M之前 我就有做一些功課 那很多人說 他們家的指甲油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就 失心疼就買了三個 不過他們家指甲油也不貴 好像一個才4.99左右 所以我就買了三個 他們家的腮紅啊 選色也非常的多 我記得沒錯的話 大概有八九個顏色 七八個顏色很多可以挑 那我買了這個呢 是Cameo Pink 我覺得這個顏色 是 我會比較喜歡的顏色 就可能 四季都可以擦的顏色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包裝 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是一個六角形 長得很像是 Tom Ford的限量包裝 可是呢我覺得 材質令我有一點失望 因為它的材質是 非常非常 廉價的塑膠的那種質感 不過看起來好看 也是不錯啦 我挑的這個顏色呢 它帶有一點點灰色的底 粉紅色又有點咖啡色 我覺得是四季都很適合 而且不管什麼樣的妝容 都很適合的一個顏色 他們家前面呢是黑色 後面是金色 打開之後呢 很可惜的是裡面沒有鏡子 如果有鏡子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加分 好另外呢 我買了四支他們的口紅 那有兩個呢 是一般的口紅 兩個呢是 這好像是lip stain的 好像是會染色的那種唇彩 那我就先從口紅開始講好了 口紅呢 我一樣就是買比較偏 我平常會使用的顏色 一個裸色跟一個偏 桃紅一點的紅色 那裸色呢 我買的叫做 cream chestnut 然後粉紅色呢 我買的叫做 Penny Red 這兩支口紅都是 9.99 他們家的口紅啊 包裝超級超級可愛 就是上面是白色 下面是金色 不過也一樣 他們家用的材料呢 我覺得都還算 蠻廉價蠻便宜的那種 小貓 那我就先試這個是 cream chestnut 他這個顏色啊 我覺得是 每個膚色都很適合的一個顏色 不偏紅 不偏橘 就是一個剛剛好正裸色的顏色 所以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妝容 什麼樣的膚色 其實他這個顏色都不會有太大的色差 質地呢 非常的滑順 不會拉扯到你的嘴唇 所以我覺得 他們家的口紅 可以考慮看看 那另外一個顏色呢 叫做Penny Red 他就比較偏 酒紅一點的紅色 比較適合秋冬一點 那我最近我有說 我很喜歡深色的紅色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呢 其實跟這個指甲油的顏色 有一點點像 有沒有 超像的 他就是紫色 可是帶有一點紅色的基底 就是紫紅色 紅紫色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秋天啊 會 或是冬天 現在已經冬天已經下雪了 秋天或是冬天 非常非常適合 這個顏色 Penny Red 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們家的口紅 都有一點點閃閃亮亮的 所以他不會說很乾很乾 很滋潤 我很喜歡他們家的口紅 好 另外兩個呢 就是他們家的 Glossamer Lip Stain 他就是亮亮的 然後會染色的唇彩 那我買的一個呢 也是裸色 叫做Story Teller 另外一個叫做 Gauzy Moth Story Teller一樣呢 也是偏裸色 Gauzy Moth 是偏粉紅紫色那種 他長的有一點點像 LA Girl的Liquid Lipstick 包裝呢 上面是 下面這邊會看到裡面的顏色 然後有寫H&M 我知道Story Teller這一支啊 好像是非常非常的熱賣 因為我在店裡買的時候呢 其實是 這個是最後一支 而且是放在那個架子 很裡面很像是 店員故意塞很後面 因為他下班要買的那種感覺 他抽出來呢 你會覺得他好像是 唇蜜的感覺 就是他的 質地呢 你會感覺他在他的 Applicator上面 好像很濃 然後很黏的感覺 但其實呢 你畫到手上 他是濕濕的 就像那個 染色的唇蜜一樣的感覺 然後他乾掉呢 就是會 你會完全卸不掉 這個顏色是Story Teller 他呢 我覺得他是偏 紅色調的裸色 如果說要跟這個 純裸色的比的話呢 這個會比較有朝氣一點 好 那這個叫做 Gauzy Moth 我畫在手上呢 你看他就是這樣濕濕的 我會買這個顏色是因為 我其實看到他啊 我會以為他 好像很顯色還是怎麼樣 就擦上去會嚇一跳 但其實我試擦在手上的時候 我發現他非常非常的薄耶 就這裡 他很薄透 他其實不是說很顯色 就是BAM In your face 那種感覺 他是很薄透 可是你擦在嘴巴上面 他會給你一個 很淡很淡的粉紅色紫色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顏色呢 很特別 有些人可能會不喜歡他這麼不顯色 可是對我來說 上班族來說 我覺得這個顏色 擦在嘴巴上面 會帶給你 很有氣色 但是不會說 在上班來講 非常的 不合場合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 這個 雖然說看起來不是很顯色 但是 其實顏色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個 紫色粉紅色的那種感覺 可以看出來他們家的唇彩呢 品質都還算蠻好的 我很推薦你們可以 嘗試看看他們家的唇彩 我還蠻喜歡的 最後兩樣呢 就是他們家的眼影盤 不過我有 傻眼說 哇其實店裡有眼影盤呢 因為一直以來我都以為 是只有在歐洲還有英國 才買得到眼影盤 因為只有他們的官網上面才有 所以我有 在逛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們 我就覺得 欸其實店裡也有賣 所以如果說你們想買的話呢 可能就要請代購 或是你自己本人去店裡找找看有沒有眼影盤 我很喜歡他們的外包裝 因為上面就有一個人的眼睛 而且這眼睛好漂亮喔 很像那個Adele那種感覺 很復古 然後很有氣質的那種感覺 好 我們來兩盤 一盤是大地色 一盤是偏紫 肉色 打開之後呢 它長這樣 它外面呢 這一層是黑色的 然後後面是白色的 裡面呢 有九個顏色 而且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非常大面的鏡 這九個顏色呢 我在店裡面全部都有試過 顏色很好看 嚴展性很高 而且非常的顯色 尤其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下面這個顏色 右下方這個顏色 可能是你們的 左下方這個顏色 這個有一點 Metallic Bronze 是我非常非常愛的顏色 超喜歡這種顏色 這個呢 你可以拿來當眼線色 如果你不喜歡畫眼線的話呢 這個青青的在眼睫毛根部暈開呢 會是非常好看的眼線色 這個顏色我也超喜歡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很金很金 帶有一點點綠色反光珠光的金色 然後上面它還附給你一個轉換色 如果說你想要製造假眼窩的話 你可以用上面這個顏色 所以我覺得H&M其實他們家出的眼影啊 是可以考慮看看的 而且我很意外的 居然可以在店裡買到他們 我很喜歡很喜歡他們家的眼影盤 其實我有一直在考慮說 到底要不要退掉這個眼影盤 因為我覺得我買太多太多類似的東西了 但是現在又覺得 再考慮看看好了 另外一個呢 叫做 Aubergin Dream 給你們看這盤有多美 Oh my god Dios mio 裡面呢 全部都是偏紫藕色 上面這個呢 跟剛才那個Ready Set Glow 那個 眼影盤比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純白色 非常非常白的顏色 然後我是為了這個顏色買的 這顏色超級超級漂亮 它是一個正酒紅色 可是有帶珠光 我真的對珠光的眼影完全沒有抵抗力 不知道為什麼 它只要是亮面的珠光的酒紅色 我就會覺得這一盤我買定了 那這一盤呢 我在我們家附近的H&M買的話 這個是最後一盤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銷售量其實蠻快的 要不然就是它沒有近很多的 我才確定 但是這一盤我也是挑到最後一個 那這兩個顏色呢 我覺得珠光顆粒就比較大 然後這個呢 有白色跟粉紅色的珠光混雜 這個是金色跟綠色混雜的 有點像紫色基底的顏色 這邊有個正紫色 然後這邊是一個算是灰黑色的眼線色 我覺得他們家的眼影盤啊 甚至是單顆眼影是大家都可以考慮買買看的 我真的很推薦 好那以上就是我在H&M買的東西 以及我在影片的前半段我也抽出了 我888人抽禮物的得獎主 所以呢 得獎的人記得去看你們的信箱 然後我要在這邊重新跟大家說 真的很謝謝你們 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給我 還有支持我 我會繼續努力做更多影片 如果說你們今天對於任何H&M的東西 想要我示範給你們看呢 也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因為我覺得我買到的東西呢 我還蠻滿意的 所以呢想要看我用H&M做一個 算是妝容示範的話呢 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有什麼問題呢 一樣就是在下面留言 或是去粉絲團留言 甚至你們可以在粉絲團裡面資訊我 我也都一定會回給你們 尤其是我的問卷裡面 有一些人跟我聊了一些心事啊 如果說你們真的很想跟我聊聊天的話呢 真的你們真的可以去粉絲團 私訊給我 我會在那邊 就陪你們聊聊天 如果你們心情不好的話呢 也可以跟我聊聊都可以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別忘記給我一個like 別忘記加入粉絲團 Instagram還有Snapchat 我會把所有連結都放在下面 那最近呢 我Snapchat更新的比較快 就是想要錄一些小東西給你們 所以有時候會在上面 講一些話啊 分享一些事情啊 還有我今天去哪裡啊 都會分享在上面給你們 所以不要忘記去加我的Snapchat 嗯 沒有什麼其他話要說 希望你們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